NCC为了提供华联县秀林乡大同以及大理部落与游客通讯需求 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有紧急救援 由三大电信业者举办同理部落共构基地台启用典礼 要来改善同理部落以及周边地区长期以来没有电力以及通讯的问题 要保障族人生活品质以及生命安全 让他们有重大的里程意义 NCC强调自106年开始规划建设同理部落共构基地台 与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花林县政府秀林乡公所 台电公司以及电信业者等单位会刊 沟通协调经行政院政务委员以及多位立法委员的协调之后 经过多次的协调会以及现场会刊 终于完成基地台的选址 土地成租环境影响评估 土地的探勘以及水土保持等签字作业 同理部落在这个大概将近1000公尺以上的山上 那向来没有电 所以也没有办法有通讯 那造成当地这个族人 还有我们造访的这些民众 其实是一个在通讯上的困难 也增加他们说在旧灾上面 没有办法通信 然后我想这个基地台已经历经六年的一个建设完成 对于这个部落里面 我想应该是对于各位族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等 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的部落原本就住在那边 可是因为政府的一些千村政策或者是要做一些开发 那帮我们搬下来的时候不见得有分配到农耕用地 那像同理部落他们就是没有分配到农耕用地 因此他们的所有的耕作就是要回到原来的部落 那这件事情我知道对很多游客来讲 哇他们对那边的想象是说 满天星陡 远离城霄 世外桃源 没有通讯 可是对我们这个大同大理的人来讲 这是一个笑话 因为他们回家是要必须走那个非常陡的山路 还要扛瓦斯 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大家来同理 同理部落对外交通以及台电电力供应 基地台相关设备以及机具重达129公吨 只能够以流龙以及人力背负的方式 运送基地台太阳能板电池以及风力发电等设备上山 克服了地形环境险峻的因素 我们部落等很多年了 在这里出生的到现在才有啊 大概等几年了 我看也是我出生已经五十几年了吧 耗资3400万元 由NCC透过行政院前瞻基础设计计划 预算补助电信业者49% 在政府机关以及电信业者公司力协力之下 顺利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这也是国内第一个靠风力太阳能发电的基地台 可以作为其他领导 以及电力为能够到达的基地台做示范点 NCC对三大业者三进社会责任的努力 也特别感谢 记者林杰休林乡采访报道